你老娘们大清国都这样了 你她娘的还整天就只知道吃醋 你瞅瞅人家水池体度夫人 再瞅瞅你 我怎么了 我管我男人天经地义 你少给我废话 今天跟你说 你要是再也不让开 怎么样 我修了你 这是喜师傅面对胡大姐最硬气的一次 为了心中的家国大义 喜师傅了解一句 要修了胡大姐就出门而去 这一切的开始 还得从那个园英七大小姐说起 且说 这身上背着园英的大小姐 听说喜师傅不给看后 那眼泪就跟忏悔自己不更新的文案红钟一样 戏不成声了 看着这眼前的一幕 心有恋隐的德福一个忍不住了 那德福这声音撂起 师娘一整个就绷不住了 怎么个事 可德福表示 师娘您甭管了 这事爷们我管定了 甭管是让菜市口 还是天刀那个万剐 都跟一笑堂没关系 说完一抹眼泪 就开始在床案上刷刷刷写起了药方 不得不说 作为一笑堂大师兄 咱德福虽然瓜 但是业务水平还是在下的 没想到 这世道 还有您这样的好人呢 德福抱着逼死的决心 我师父说了 行医之人 要慈悲为怀 救人一命 胜过救人灵命 说完 把药方递给了喜师傅 喜师傅这么一看 好啊 好得很 不过 你这药方配反了 你他娘的这是保胎药 既然反了 德福就又出了一个药方 在喜师傅的指点下 完成的很顺利 德福就要把方子递给小姐 不过 喜师傅伸手一拦 把这药方给切成了两部分 让嬷嬷分别去两家药店抓药 看不出痕迹 方能保住生育 这两人自然是千恩万切 表示日后一定会报答喜师傅 看着远去的两人 胡大姐 那直接赶怀了起来 此处啊 此处没有某类似广告 是真可惜啊 胡大姐自然是感叹 想生的生不了 不想有的偏偏怀上 有了这一茬之后 晚上的胡大姐 就又打扮上了 大晚上的 你身上弄那么个香喷喷的 干什么呀 那还不是为了你 我买了件很性感的友谊 胡大姐是告诉喜师傅 人家小姑娘偷青 都能练到远莹期 你我何力 今天高低突破远莹期境界 喜师傅能说什么 只能表示 咱试了那么多次了 这不就是脑袋疼你拍屁股 胡大姐可不管你有没有 她是把衣服一脱 今天晚上就要跟喜师傅来一个 就在喜师傅打算 今天晚上 冲击一些原因的时候 德福的声音突兀而至 鲁大人找喜师傅 有急事 正是为了治疗 甲午训国的水师提督夫人 这个夫人在得知丈夫训国后 想要训情 好不容易被救下 现在又是生了大病 这鲁大人才受了王爷委托 来找喜师傅巧避 出诊 出诊 哼 我看不像 是不是去找白天的那位小姐呀 要么就去找对面的狐狸精 可胡大姐是一整个不乐意 直接让德福回绝了鲁大人 不管她是谁的夫人呢 胡大姐这样的行为 让喜师傅罕见的发了怒 今天跟你说 你要是再也不让开 怎么样 我修了你 这话吓得胡大姐脑袋嗡的一声不提 这一夜过去 喜师傅也是堪堪让提督夫人脸色恢复了些 鲁大人知道喜师傅辛苦 建议喜师傅赶紧回家 这一下就轮到喜师傅害怕了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次他将体验到不一样的胡大姐 这是神医喜来乐家庭地位最高的一次 笑颜如花的胡大姐 蜀师把咱们的喜师傅吓得够呛 连连表示不用了吧 喜师傅现在是完全摸不清头脑 不是哥们 怎么个事儿喜师傅被胡大姐摁在了座位上 飞快地脱下了鞋袜 水烫吗 我还给你们包了饺子 让你跟德福俩好好吃一顿 然后胡大姐就开始了紧张刺激的洗脚服务 德福算是看出来了 师傅您就得对持娘凶一点 你看看现在都洗上脚了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啊 都说德福瓜 可德福有时候他机智的牙皮 师傅师娘对你这么好 那还真就是胎天辟地头一回 咱们现在是秦始皇摸电门 赢麻了 师娘现在对咱这么温柔 不得享受着 万一明天便回来咋着 说话时间 胡大姐就端着饺子 来到了两人跟前 别动 动一下我打死你 就这么着 一边泡饺 一边吃饺子 又解烦又解饿 玉儿 趁他们吃饺子的时候 去把袜子洗了 洗师傅是真的饿的 这么一吃嘿 胡大姐的饺子 那叫一个地道 这话分两头 洗师傅这里难得享受了一波家庭地位 有人就为他的地位担忧 鲁大人把洗师傅怕老婆的事 跟王爷这么一闹 顺便也说了 洗师傅还就那个喜欢赛貂蝉 这就让王爷有了当没人的心 他先是找来了洗师傅 表示 老洗啊 你老婆不要 洗师傅起先是一脸拒绝 后来听说是跟赛西师 那洗师傅就是一百个统一了 就怕胡大姐不统一 可听说王爷要亲自来搞定胡大姐 洗师傅 那可就是一万个统一了 接着王爷又让洗师傅先躲起来 他又找来了赛西师 哎呀 洗美乐这个小子 好眼光 这一见了赛西师 连王爷都不得不佩服 然后王爷就开始当没人 要把赛掌柜介绍给洗师傅 本王我就好称人之美啊 你说其痛快话 是行 还是不行 面对这种送上门的好事 赛掌柜先是推托 自己已经有人了 王爷就有问题了 那你是选洗来乐啊 还是更喜欢那个人 赛掌柜还没回答 洗师傅难得的勇敢了一次 我说你还想什么 你当然是更喜欢我了呀 更是放言 要明媒正娶 八台大教娶赛掌柜 赛掌柜这会儿还生个气 表示 洗师傅说的话 那就跟鞋垫子似的 根本不靠谱 王爷黑黑一笑 洗师傅不靠谱 可是歌靠谱 懂不懂金王爷的含金量啊 那既然赛掌柜也默许了 洗师傅也迫不及待了 王爷往那一坐 就请出了 大清炼宗真人秀的 最后一位嘉宾 胡大姐 这王爷上来就问了 胡大姐一个致命题 你们俩为什么没有子嗣啊 这是说出来怪难为情的 我们家老头子 他 他实在是不中用啊 这事怪不得我 这是洗师傅 最难蹦的一期 面对王爷的问题 胡大姐一招斗转心仪 把这生不出孩子的问题 全部推给了老胡子 表示洗师傅不行 可我听说是 夫人这边不太得力啊 那胡大姐就说了 俺们不在乎 王爷就开始劝了 目前的时间是戴清炒 你生不出玩 没有传承 就是正是不正确 胡大姐心思 俺们也不知 双排奋战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可就是没办法突破到原因期 所以 王爷说出了重点 女士 你为什么不让他纳一房小妾呢 在王爷的逼迫下 胡大姐也说了 要纳妾行 可也得看看娶谁 这个人啊 你认识 哦 哎 你不光认识 还挺熟 胡大姐一下就明白了 莫非 莫非你说的是 三地区的扛巴斯蒂法 还是我的好兄弟 齐全右 算你猜着了 就是赛西施 操 胡大姐是一个大大的拒绝 更是直言 要是别人嘛 这事还可以商量商量 要是那个狐狸精啊 那万万不成 咱王爷也闹不懂了 为啥不成呢 戴青生孩子 是个非常危险的事件 一般大户人家的主母 还巴不得有个倒霉袋小妾 替自己生孩子呢 谁曾想这胡大姐 是一整个拒绝 我跟他赛西施 就是不能在一个房檐下过日子 王爷是不理解的 为什么其他人可以 偏偏赛西施不行 我一看见他俩没来眼去的 我这心里就不痛快 把他娶到家里 我咽不下这口气 王爷行思 你这不对呀 这能不没来眼去的吗 这两人的故事 那就是罗密欧与朱利叶 这是中国乡村吧 还有我说 如果有带我去 和在这地方 我会存在的 现在能够的只有热 你能够成为王子 而我就是他公司 这是个爱情物事 Deja Cs 看完了MV 王爷是深入浅出 结合生娃就是正是正确 以及取了赛西施 还送一座酒楼的基本理论 都被胡大姐给驳回了 不行就是不行 眼见胡大姐 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王爷是真火了 直接让人搬出来了 爪妈国进贡的药水 号称要你命三千 你要么答应那妾 你要么把药水给喝了 咱们胡大姐何等样人 还怕你不成 说罢了 胡大姐抱着药坛子 一饮而尽 这可让喜师父藏不住了 跪在了王爷面前表示 自己不纳切了行不行啊 看着撒过来的醋坛子 王爷表示 那妾的事你自己折腾去吧 爷不管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缠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